野吹 放学了,小豆豆快步走出校门,河水也没有打招呼,甚至连再见也没有说,就急匆匆地来到自由之秋车站。 一路上,小豆豆翻来覆去地念叨着一句难懂的话,简直像是在说单口相声,等等利息鼓野吹。 如果这时有人来到小豆豆身边,说一句什么,社无疆社无疆五节俱过,那小豆豆肯定会忘记了自己刚才说的是什么。 要是有个什么东西刷的一下飞过水塘,小豆豆也会忘记这句话,所以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在嘴里不停地重复了。 幸运的是,在电车上没有人和小豆豆大话,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来分神,也没有突然挨得想起什么来。 电车安安稳稳地到了站,不过当小豆豆下了车,正要走出车站的时候,车站里熟悉的大叔对他说,回来了。 小豆豆说,我回来了。 话一脱口,险些接着说,我回来了也吹。 赶紧用左手捂住嘴,右手向大叔招了招,说了声再见,飞快地朝家里跑去。 一回到家,人还在大门口,小豆豆就大声喊道,等等力吸鼓也吹。 一时间,妈妈以为小豆豆在学四十七意识讨伐仇人,或者学闯进练武场闹事的人, 但妈妈马上就明白了小豆豆在说什么,原来是,等等力吸鼓也吹。 等等力是东京的一处名声,从小豆豆上学的自由之秋,再往前做三站,就到了等等力。 那里有瀑布,小河,有茂密秀美的树林,被称之为等等力吸鼓。 小豆豆他们就是要到那里野吹,妈妈不由地感叹,能够记住这么难的话, 可见孩子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是可以牢牢记住的。 小豆豆终于从那句难记的话中解放出来了,开始高高兴兴地对妈妈说这说那。 下个星期五早晨在学校集合,一起出发去等等力吸鼓。 要带的东西有茶碗,饭碗,筷子,还有一盒大米。 小豆豆还不忘加上一句,一盒大米就是正好装满一茶碗,煮熟之后就有两茶碗那么多。 而且小豆豆他们还要做肉汤,所以还要带一点肉和蔬菜,另外,能再带一点点心之类的就更好了。 从这天起,每当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,小豆豆总是紧紧地跟在妈妈身后, 研究妈妈怎么使用菜刀,怎么端起锅来,怎么盛饭等等。 看妈妈做饭,真的很让人愉快。 小豆豆特别喜欢妈妈的一个动作,那就是,妈妈拿起锅盖之类烫手的东西时, 就会一边叫着哦呦呦呦呦,一边赶紧把手放到耳垂上。 妈妈告诉小豆豆,因为耳垂是凉的。 小豆豆觉得,这个动作太有大人味了,而且一看就是厨房里的专家才会做的动作。 所以,小豆豆暗暗下了决心,在等等立溪谷野吹的时候,我也要这么做。 终于盼来了野吹的日子,孩子们下了电车,来到了等等立溪谷。 校长先生在树林里看到孩子们集合起来,阳光从高大的树木枝叶间隙倾泻下来,孩子们的脸上也洋溢着光彩,可爱极了。 每个孩子的登山包都是鼓鼓囊囊的,大家静静地等待校长先生只会下一步干什么。 在孩子们身后,是著名的等等立溪谷,丰沛的溪谷水流发出强劲的哗哗声,节奏既激扬又优美。 校长先生说,准备好了吗?几个人分成一个小组,先用老师们带来的砖头搭几个炉灶,然后大家分头行动。 在溪水里淘米,在火上煮熟以后,再开始做肉汤。 好,下面开始行动。 同学们用猜拳的方法来分组,因为全校学生不过50人左右,很快就分成了6组。 在地上挖了坑,然后把砖围在坑的周围砌好。 在砖灶上放上一个细细的铁丝网式的东西,用来作为放锅和饭盒的台子。 在这段时间里,另外一些小学生已经从树林里捡来了好多干柴,还有的孩子去溪水边淘米。 总之,孩子们自己把工作分开。 小豆豆自高奋勇去切菜,做肉汤。 还有一个比小豆豆高两年级的男孩子,也担任切菜的工作。 那个男孩切的菜,有的大有的小,形状歪歪扭扭,非常好笑。 他的鼻子上满是汗水,却仍然在接再厉地奋斗着。 小豆豆学着妈妈的样子,把大家带来的茄子、土豆、大葱、牛棒等切成大小适中的块,切得非常均匀,漂亮极了。 而且,切着切着,小豆豆灵机一动,还把黄瓜和茄子切成薄薄的片,用盐腌上,细心地做成咸菜。 时不时,他还指教一下正在勉励奋斗的高年级男生,说,这么切怎么样? 所以,不知不觉间,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妈妈那样的专家。 大家都非常佩服小豆豆,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咸菜。 小豆豆把两只手放在腰间,做出谦虚的样子,说,我只是试着做一下。 肉汤的调味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的,每个小组都传来,呀,哇,讨厌,这样的笑闹声。 树林中的各种鸟儿,也大声地鸣唱起来,好像要和小学生们一起玩闹似的,不一会儿,每一只锅里都冒出缕缕香气。 在这以前,大部分的孩子在自己家里,都没有这么耐心地看过锅里,也不曾自己照料炉火。 大家都习惯了等饭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才去吃。 所以,通过这次野炊,孩子们体会到了自己做饭的乐趣,同时,也知道了做饭是多么不容易,还知道了各种食物从生到熟,会发生好多变化。 这些对孩子们来说,都是了不起的新发现。 渐渐地,每一个灶上的饭菜都做好了。 校长先生让大家在草地上铺好座位,围成一个大圆圈。 每个小组前面都摆上了锅呀,饭盒呀,但是,小豆豆他们的小组却要等一等了。 因为小豆豆决心要做那个得意动作,拿起锅盖,哦呦呦呦呦呦,还没有做呢。 于是,小豆豆拿起锅盖,故意说着哦呦呦呦呦呦,把两只手的手指放到两个耳垂上,然后说,好了。 还不太清楚是否真的好了,小豆豆就把锅端了过去。 这个摸耳垂的动作,虽然没有人赞美说真棒,但小豆豆已经非常满足了。 每个人面前的茶碗和饭碗都冒出了热气,孩子们热切地望着热气,因为这会儿他们的肚子都饿了。 而且,更重要的是,这是自己亲手做出的饭菜,好好嚼啊,把吃的东西,唱过之后,是我吃了,然后树林中一下子安静下来,只剩下瀑布的声音。